舞台上大美热情洋溢 带动着全场的观众和她一起尽情摇摆 一曲舞弊 经纪人大背头和酒吧老板小帅 对她的表现赞不绝口 客人们都慕名而来 每次小美出场 酒吧必定被围得水泄不同 两个男的因此赚了个钵满盆满 大背头搂着摇签树来到后台 只见小美的位置上 正坐着一个满脸雪屋的女士 她是小美的姐姐大美 大美今年32岁 和小美一样都是古巴居民 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血迹 也没有清理痕迹 显然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凶手给死者穿上了小美的演出裙 特意把她摆成了很舒适的坐姿 顿气伤遍布死者的脸和上半身 伤痕呈现半圆形 通过肝温测算 小美的死亡时间大概六个小时 为什么凶手要给她穿上小美的礼服 坐在小美的位置上 盯着小美的镜子 墙上挂着小美的艺术罩 相框上有凶手的血指纹 原来凶手还在相片的背面 给小美留下了信息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这是要把姐妹俩 统统赶尽杀绝的节奏 姐姐死了 小美的心也凉了一半 她说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昨天 姐姐独自去商场 为她准备下一次的演出用品 小美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 一直都是姐姐在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并且她从不结仇 大家都很喜欢她 没有人讨厌姐姐 却有不少人讨厌妹妹 经纪人回忆 小美人红是非多 经常会收到很多威胁短信 尤其是那些古巴流亡人士 他们看不得姐妹俩在美国过好日子 一心希望小美回去 要不然就杀了她 这些流亡人群 有个叫做艾迪的首领 从他们来到赌城之后 这个艾迪就一直跟着他们姐妹俩 不只是那些流亡人士 就连经纪人也是古巴政府派来的 她的任务就是盯着姐妹俩 确保演出完毕后 小美能够按时回国 毕竟政府还想从小美的身上压榨一笔 摩根在地毯上 发现了黑色的汽油残留物 还有非常多的麻袋纤维 痕迹之延伸到了屋外 沿着走廊通向后门 有此推测 大美的尸体是被装在了麻袋里 一路拖到了化妆室 摩根和小哥寻着线索 在垃圾管道找到了被丢弃的麻袋 摩根还是跟小哥最有默契 喜欢什么二哈呢真是 酒吧里有很多监控 可唯一工作的 只有针对着收银机的那一枚 老板小帅说 这些监控都是那些流亡人士破坏的 他们对50年前的流血事件耿耿于怀 对这些来美国捞进的生意人恨之入骨 可小帅小时候就移民美国了 严格来说 他是美国人 不是古巴人 事件结果显示 大美曾遭受过强性捆绑 他的手脚都被绑在了一起 身体很不自然地折叠成了一团 老法医说 这是古巴警方折磨犯人的惯用手法 全身的钝气伤都是钢管击打造成 此外 他的脚后跟还嵌着一小块金属 经检测 这块金属有四层 哈士奇猜测是来自一家汽车电鍍厂 恰好离酒吧的不远处 就有一家电鍍厂 而这家电鍍厂的老板 就是流亡者的首领艾迪 由于已是深夜 电鍍厂没有在营业 这里的金属 与死者脚底的金属是同一种 地上有很多血迹 血迹一路延伸到了一间密室 这间密室里 摆着一张满是血迹的椅子 墙上 地上 全是喷溅血迹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你说巧不巧 不说正愁找不到人呢 这个艾迪居然自己回来了 他就这样一头扎进了尼克的怀抱 血迹 麻绳 凶器 证据确凿 艾迪怕是挑紧黄河都洗不清 可他非说对发生在厂房的命案毫不知情 他只是正好回去拿东西而已 大美生前遭遇了侵犯 艾迪厂房里的沙发上 也有男性的小蝌蚪 艾迪听爸更生气了 非要贡献DNA自证清白 然而比对结果却证实 老头子还真是无辜的 他没有侵犯大美 可他的DNA与死者体内的小蝌蚪 有二阶相关匹配 也就说 侵犯大美的 可能是艾迪的孙子或者侄子 看来想要找到凶手 必须要彻查艾迪的整个家族 经过进一步尸检 大美的心脏和大脑肿大 肺部有血沫 种种迹象表明 大美是中毒而死 凶手先是给他下了药 然后非常残忍地殴打他 让他在极致的痛苦中毒发身亡 桃红色的内脏说明 毒死阿美的是氢化物 通话记录显示 大美死亡前的几个小时 曾跟一个华盛顿的号码联络过 这个号码居然显示拒绝访问 联系大美来自古巴和华盛顿的区号 这让他们联想到了中央情报局 很快到了午餐时间 尼克吃着三明治 一旁的狗狗馋得不行 他总觉得主人嘴里的食物才是最香的 哈世奇分析了大美胃里的食物 原来毒死他的是一种木薯叶子 凶手逼他吃下了木薯叶 叶子中的糖干和胃里的酶 产生了化学反应 成为了清清酸 最终导致大美窒息而死 凶手简直残忍至极 目前所知的信息便是 凶手是艾迪的亲属 艾迪的家族在古巴干过不少坏事 小葛向族谱调查专家学了不少知识 他调查到艾迪的侄子 居然就是酒吧的老板小帅 此时此刻 小帅还在一门心思 欣赏舞台上的摇钱树 大美体内的DNA正是来自小帅 显然他和死者发生过关系 就在此时 舞台上的小美突然晕厥了过去 小美很快就不省人事 得知摇钱树出事了 经纪人大背头紧张得要命 说什么都要进墙就是陪着小美 小美的症状与大美一样 都是氢化物中毒 对应了凶手先前对小美的警告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现在小帅面临谋杀罪 和杀人未遂两条罪名 小帅是古巴人 显然他和那些流亡人群一样 都见不得姐妹俩抛头露面 来美国挣钱 小帅觉得冤枉极了 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移民到了美国 准确来说他不是古巴人 而是美国人 他才不会和钱过不去 毒死两个摇钱树 原来小帅的叔叔爱迪 曾不止一次让他处理掉姐妹俩 可小帅觉得 叔叔那一辈的政治恩怨 和自己没啥关系 更何况他和大美还是恋爱关系 案发当晚 他和大美去了叔叔的电动场约会 约会完他就走了 那时候大美明明还活着 那么会不会是叔叔爱迪 看到了独自一人的大美 所以动了恶念 将他折磨至死 经过抢救 小美很快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大美是被迫吃下了木鼠叶 可小美又怎会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 吃那种东西 小美说自己什么都记不得了 随后便是一段眼泪汪汪的自白 她和姐姐相依为命 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寻梦 好不容易挣到了钱 姐姐却死于非命 或许他们当初就不该来 由于没有证据 爱迪和小帅都将被无罪释放 实验室必须要在24小时内 找出他们下毒的证据 姐妹俩都是中了木鼠叶的毒 这毋庸置疑 不过小美吃下的毒药里 还有明椒和植物多糖 也就说 她吃下的毒药是胶囊的形式 其中还混合了绝床 一种能够安神补脑的草药 小美有服用绝床的习惯 显然凶手悄悄给她的胶囊里下了毒药 于是小葛将剩余的胶囊挨个串起 通过烟熏法 贴取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 可这枚指纹与爱迪和小帅都不匹配 而是属于小美的经纪人大背头 幸运的是 绝床降低了木鼠叶的毒性 这才让小美死里逃生 艾克利告诉罗素 她联系了国务院 得知大美生前 曾打电话给华盛顿 寻求政治庇护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大美生前的纳通电话无法查询 经纪人是古巴政府派来的 她的任务是监视姐妹俩 等他们赚够了钱 务必要将他们送回古巴 显然姐妹俩并没有回去的想法 这么说来 经纪人就有很大的杀人动机 半个小时前 经纪人已经帮小美办理了出院手续 等警方追到酒店 却发现经纪人手里拿着枪 小帅躺在了地毯上 刚刚断起 幸存的小美躲在卫生间里瑟瑟发抖 她说经纪人疯了 不但杀了小帅 还想杀了自己 好在她现在安全了 小帅的手指被掰断了 这把枪是小帅带来的 是经纪人掰断了她的手指 夺枪后反杀了小帅 房间里有案发现场的麻袋纤维 通风口里藏着一个包包 上面有很多血迹 包包里有手套 麻绳 木鼠叶 标准的杀人工具三件套 小美说 小帅突然冲进房间 质问是不是经纪人杀了大美 两个人互不相让 小美看到有枪 就吓得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 随后小帅就被杀了 小美哭傻了 她说小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死 占了太多事 让小美感到心里焦脆 她只想早点回到古巴去 经纪人对杀死小帅的罪行 过人不讳 可她却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是小帅拿着枪冲进来 非说自己是杀人凶手 四打中 她才不小心误杀了小帅 至于胶囊上的指纹 经纪人解释道 这胶囊是她给小美分装的 但是她对里面的木鼠叶毫不知情 甚至那个装满凶器的包 也不是自己的 经纪人大叫着 她是被陷害的 她是即在包包上 发现了染色羊皮纤维 纤维里的染料 来自1956年款的雪佛兰奥尔贝尔 巧的是 小美在两天前 恰好去租车行 租过一辆同款车 她和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为她跑上跑下 负责她的日常起居 没想到小美 居然用如此残忍的方式 杀了姐姐 原来姐姐跟小帅偷偷的恋爱 甚至打电话给华盛顿 申请政治庇护 只为带着妹妹留在美国 这样她就能跟小帅长相厮守 妹妹小美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可小美也非常喜欢小帅 姐姐和小帅走得越近 她就越嫉妒 她甚至将对小帅的爱慕 写进了新歌里 每天在舞台上对着心上人表白 心上人却对自己视而不见 小美是邪恶的 她杀了姐姐 服下了毒药 将自己打造成了受害者 然后把一切都嫁祸给了经纪人 还假惺惺打电话给小帅 让她去酒吧救自己 间接把心上人一起害死了 她玩弄了身边所有人 还责怪姐姐不该狠刀夺爱 或许她的话是对的 她本不该来到这片土地 因为美国对罪犯太仁慈了 小美这样的穷凶极恶之徒 就该下十八层地狱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小帅的扮演者 是1982年出生的 伊格纳西奥·塞里奇奥 在这集故事播出的同一时间 她也在另一部剧 《石骨寻踪》中 试验富恩特斯博士 有意思的是 她在两部剧中 都试验了来自古巴的角色 可现实中的伊格纳西奥 是阿根廷人 2018年 她在网飞剧《迷失太空》中 饰演唐韦斯特 这部剧是经典IP 60年代拍摄的 《迷失太空》的重启版 你以为这是一部 惊险烧脑的科幻剧志 实际上 只是一部披着科幻外壳的 温馨家庭剧 妹妹小美的扮演者 是桑德拉·维尔加拉 她的作品不多 曾参演过 《上帝保佑美国》 《新天师斗僵尸》 这集故事 应该是她戏份最多的一次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